立即加入豆河苍穹 怒火云蓝 与我一起赴三年之约 踏平云蓝宗 现在注册即可领取更多好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灰尘宿命的漩涡 拖拽着我 已决定从此不再闪躲 失睡的声音呼唤我 去斩断肢固的枷锁 亲手点燃风火 看似放弦一笑 似挂上针一槽 又何妨 这万千因果 且看着我闯 独出几战场 云八卦在手冲破你家 终构狗 唯有尘操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道动可不少 走 去摸摸皇户 你 怕鬼啊 瞧你那个怂样 我们这一行的脸全都被你丢尽 大哥 臭女孩们 你找死吧 两个当不闪而已 本小姐轻松搞定 哼 这人还不少 不来就不来 难道我一个人还搞不定 又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 不过两个小贼而已 我摆出下还不是手刀擒蓝 大哥 别走啊 大哥 大哥 还跑 给你点颜色看看 臭鸭门人把我踩住 走 还活着 没想到这下面还有作骨 是个武将的目的 睡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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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最爱的神仙酿 现在您敞开盒 我也不会再唠叨 想着您忌日快到了 昨晚我就赶回了咱家 许久没人的屋子 分为冷清啊 也就师父您好这一课 三个月前我遵循您的遗愿 下山红尘练心 还记得山脚下的三炮和胖子吗 我现在和他俩开了一家古玩店 多亏从小跟着师父您 看了那么多古迹 对古玩古董有所了解 再加上嘎巴拉能辨别 师父 嘎巴拉到底是什么 好 嘎巴拉救了我 还传授给我一套神秘的修炼之法 凭着要活下去的本能 我跟着这套功法修炼 不知在那片混沌世界里 渡过了多少岁 直到我体内爆发出真怨 没想到 这番奇遇竟让我成为了一名异能者 师父 您曾说当年捡到我时 这嘎巴拉便挂在我脖子上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我究竟是谁 而我究竟是谁 喂 一哥 出事了 我虎你 胖子 你看一哥像不像个神怪 确实像 刮校检视 摆出下药生命危险 都怪我们 昨晚不该上约的 我回山顶老宅前 咱们不是说好了 由你们俩派出下 去追查盗墓贼 我们玩游戏太入迷了 结果把这个事给忘记了 今早看到群消息里 有百出下发起的语音通话 可惜我进入后台 也查不到他的正确方位 离挂为正男 胖子 搜索下正男方位可有目的 确实有 在承南荒郊 我们走 四面环山 如梅花环抱 十乃梅花捧之处 此方墓葬地 乃仙人之地 仙人没见着 盗墓贼倒抓住一个 一个 刚才按照你的吩咐 我们在这四周查看 结果捡到了个昏迷了的家伙 刚把他弄醒 这人就磕头认错 说自己今后再也不到墓了 昨晚 见过这个女孩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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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 不说 你手上的手铐哪里来的 信不信把你关起来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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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他们被 被墓地吞了 我 走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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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老大逃走后 那女人追着到了这里 结果她们一起掉了进去 不想下去见点恍惚 可巴拉在发射 看样子情况不妙啊 你们看好她 我下去找出现 是 大可不必 这种英雄救美的剧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三胖 我愿意守在上面 死胖子 说不定下面还能捡点宝贝呢 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胖子 我送你们的玉佩 都带在身上吧 那当然 这可是宝命的宝贝 怎么这么黑啊 起开 你大以后别贴着我 可男人还怕黑 孙胖 别想我下次和你一起打游戏 哼 谁稀罕 等到我 一哥 接下来怎么走啊 别急 一哥 快看看 这是什么宝贝啊 就在那儿捡的 你呢 得亏我火眼睛睛 看这品箱值不了几个钱 别拿牧师里的东西 拿了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对对 咱不能敢盗墓贼的勾当 可是 清宝阁这个月的房租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急什么 我们这行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跟上 我 我 这 这可真冷 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怕黑 是 浴室不要慌 先把手机掏出来拍个照片 这里应该便是主墓室 大家不要随便出没任何气味 这里怎么会有台积镇 看这规模 这个墓的主人 不是王侯 也是将下 一哥 这儿有宝贝 嘿嘿 刚刚捡到的 看样子老之前了 金石 别碰他 哦 金石只会出现在金之地 啊 这是什么啊 干错了 耳朵都要被你走了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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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最危险的 就是这种极英之气 它能引发诸多异象 啊 选择极英之地落层 恐怕是要让这墓主人永世不得转生 这竟然是寒武王朝时期的目的 寒武王朝 那个传说中的 那我得看看 哎呃 别动 别动 哈哈哈哈 开玩笑了 这么说 我怎么可能追得多 丑极 又是极英之气在刀鬼 又是极英之气在刀鬼 还好一个反应怪 不好 拂恩撑不住他了 什么 给我弓鸣闪 接着 拂等 怎么试试着扶着呢 三胖 胖子 你们想办法枪针住百叔下 我启动地上的浮针盯住他 死胖子 快拿呀 你拼了 来 我 啊 一哥 你这又是做什么法 痕气入体 初夏已经被极营之气控制 要救他 只能在极营之地逆转法阵 才能逼出寒气 一哥懂得可真懂 当初我们也应该留在山上 和唐老学学本事 可惜 这些法术并非师父所守 这些法术并非师父 一哥 我可不想被活埋在这里啊 我们快走 据最新消息 今日上午十点 唐城城南墓地发生坍塌 索性未造成人员伤亡 有关部门赶刀后迅速化解险情 并在现场捕获盗墓贼 据文物部门介绍 塌陷深处露出一座古墓 专家表明 有可能是韩武王朝时期的古墓 可惜因受损严重 还需进一步考证 他会不会 我已经用真元 封印了他体内的极营之气 但是 必须在一个月内 重新找到极营之地逆转法阵 才能彻底逼出体内的痕迹 否则 我也不能为力 你们快看 极营石 一哥说过 极营石只长在极营之地 我们立刻出发 去找这个阿民工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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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是到地方了 一间航班真不是人做的 哎 哎 死胖子 你就是到省钱 你就是到省钱 哎 去 卡丽没什么钱了 不省着点花 我们和西北风啊 你 哼哼 当年发现那个溶洞的阿民 便在这个寨子里 请他给我们当向导 尽快找到溶洞 确定是否是极营之地 嗯 那溶洞在原始森林中 我在网上想尽办法 也查不到它的准确位置 初夏 我们该进去了 若那个溶洞真是极营之地 那你就有救了 配合阴阳平衡的太极镇 彻底清除你体内的极营之气 别担心 我用真源封印住了你体内的极营之气 你现在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只要一个月内 彻底去除这股极营之气 就没事了 一哥 我们真的要去霍原那个溶洞 当年的搜创小队可是团灭啊 要救百初夏 找到极营之地 是唯一的办法 值得去试一试 那天 若是我们陪你一起去 你也不会出事了 是我自己没用 现在还害得大家 难道要我们眼睁睁地看你去送死 抱歉 我做不到 一哥说得没错 再说了 我们清卯阁当初差点关门 多亏了你介绍那些老主顾 才撑到了现在 嗯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我们三兄弟 可是明世里的人 哎 你这狗嘴里难得吐得出象牙 嗯 有本事 你吐一个给我看看 这 那 谢了 不过 我一定不会再拖后腿 嗯 哦 他们在干嘛 哎呀 怎么不拖了呀 来 我说了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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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 让人 不好意思啊 哥们儿 这是在干嘛的 这几个外乡人 来买木头 你们难道也是来买木头的 不 我们是来买人的 不不不 我们是来找人的 什么木头这么值钱 还专门来买啊 黄花梨木 惠安省的黄花梨木颇有名气 其色则黄润 纹理柔美 并香气沁人 因稀缺导致所做的家具 把玩佩戴物件 急剧收藏价值 听上去很值钱的样子啊 非法采法 够你小青年的 阿明可是有正经的乏木症 阿明 是十几年前 发现溶洞的阿明 什么溶洞 根本没这回事 这是会计 这 不会计 白老板 前些年偷发现象太严重了 森林里木头少得很 这几根黄花梨木 是我能找到最好的了 若不是要给孙妮治病 我还准备再放个几年 价钱肯定比现在翻个一番 白总 这批夜生黄花梨木品相不够 值不了几个钱 这 这个 十目九空 能开除的格还非常小 根本不会开除鬼脸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阿明白辛苦一场 他还指望着这笔钱给孙女阿珠治病 阿明的命可真苦啊 几年前的车祸带走了阿珠父母 阿珠也瘫痪在家 叶哥 黄花梨的格是什么东西啊 有格材之前 嗯 格长在黄花梨木的中心 俗称新彩 呈红色 越是年久 颜色越深 也越珍贵 阿明公 虽然赵老师 鉴定这批木材不值钱 但作为咱们的第一次交易 我出八万 买下它们 八万 这也代表了我的诚意 希望你下个月 再有一批黄花梨木 若是里面有精品 价格一定功能 森林里的黄花梨木 要隔几年才能采发 你们会不会看错了 这一批木头怎么会差啊 呵呵 你是在质疑我的鉴定 赵老师是业内著名的 木材鉴定专家 也是我白氏珠宝 特聘顾问 你若不接受我的鉴定 那还有个办法 把每根木头都开出来 看看里面有没有格 万一是我看左眼了 出了大格 那阿明公就赚发了 但若全部都没有格 白老板这钱 你也别想拿 那就这么 我求二十万 买下这批木材 快 我的一哥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我替他出 你 姐妹 大气 让他死掉 靠子 还真是陷到千颜里了 我 初夏 快收起来 我 去 阿明公 我能否看看这些黄花梨木 看 看 随意看 白老板 放心 这批黄花梨木 没人敢跟你抢 这位小兄弟 鉴定木材这块 可没有什么简陋的机会 也偷积不成十八米 嗯 这不清楚 我现在看 这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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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嗯 这不可见 老师可是有几十年的 鉴定木材经验 我那知名专家 他说这批木材不值钱 就是不值钱 这批黄花梨木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我出的二十万 就凭你也敢质疑老师 是呀 我真的太奇怪了 多说无意 这位赵老师 那要不要猜一下 看看你和方毅 谁的眼光中 是谁呀 你们各挑一根 黄花梨木来解木 谁选的木材价值高 这张卡里的五十万 就不为谁 我 敢不敢答应你 我都乖乖 我没想到夏姐姐这么有钱啊 你可真对我有信心 那当然 白总 您看 这位小兄弟 怎么称呼 方毅 赵老师 答应方毅的要求 若这方毅真有这般眼力 嗯 倒可以请他为我白事服务 啊 阿密公 您老放心 不管解木出来的结果如何 我这二十万 不会少给你的 嗯 就这根了 哎呦 方毅 不另选一根 这根木材品相如此低烈 我怕我赢了也胜之不武啊 一格选的木头也太细了 估计有点悬啊 不了 救他 哼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这也想赢我 我觉得是个大师吧 还是更多道理 矮子里面拔将军吧 这批木材 也就这根还不错 你来解木 里面估计能出阁 我来吧 这样快一点 不行 万一你倒了 方毅既然有这个心 就让他来吧 这美女 是不是看上我们一格了 你就是要开都肯定 你是不是急了 你就是要开呀 谁都掉了 你是不是要开手 没想到开出的阁这么大 都快赶上方毅挑选的木头了 赢定了 惭愧惭愧 之前我看走了眼 这个阁的价值就不止十万 方毅 不好意思 这局你输了 一哥输了 我选的还没解开 赵老师别心急 既然你要硬撑 那就随你 老师 年轻人哪 老师 鬼脸 竟然开出了鬼脸 我 什么是鬼脸 御师不懂就查资料咯 如此清晰的脸阔 耳鼻真乃清水出芙蓉 一脸值万斤哪 我出四十万 买着鬼脸 我出一百万 阿民宫 这批木材 我全要了 老师 老师 难怪我会说 就因为你带了这块书 这 这也不行带 方毅 我是唐城白氏珠宝的白素希 想邀请方毅先生前来做客 有机会会前来拜访 我等你 小哥 这次多亏了你 有了这笔钱 我孙女的病也许就有救了 我拿出十万作为感谢费 实不相瞒 这次我们是专程来找您帮忙的 有什么事能用得上我阿民 尽管提 跟我来 走 不行 绝对不能再去那个痴人的溶洞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查到的消息 但方毅 你绝对不能去那个溶洞 我们必须去 只有在那里 才有可能为同伴化解极因之气 阿民宫 请您为我们带路吧 不行 不行 阿公 怎么了 阿公 把你吵醒了 或许我有办法 让这位姑娘 重新站起来 阿公 我愿意让这哥哥试试 小心点 现在不宜多走动 阿珠 阿公 爷爷 阿珠 你的腿 阿公 我能走路了 谢谢 小意思 谢谢你们救了阿珠 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会带你们到溶洞的 阿民宫 阿公 请不要把我治好阿珠的事外传 我明白 这灯神迹 只有千年前我们寨子供奉的仙人才拥有 我绝不会给恩人热麻烦 我说 我说要不要休息一下 黑熊 不需要警惑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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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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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 我可再也不想来第二次了 我小命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 姐姐咳 瞧你那什么样 嘴车 我翻脸了 胖子一直口无遮拦的 你别多心 我没事 大家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 溶洞就在那儿 慢点 我 我 你安全 小心点儿 我 我 我 那里便是我们的寨子 这有点像八卦阵法 看来阿民宫先前所说的仙人 便是和我一般的异能者 走吧 溶洞就在前面 这种孙爽的滋味告诉我 咱们没找错 不要妄下结论 阿民宫 你就在洞口等我们 二十四小时后 我们还没出来 再找人来救援 你 打了 救我 恩公 老汉我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要陪你进去 阿民宫留步 我们会尽快出来的 可是 阿民宫 你可太小看我们家义哥了 别忘了 他可是义能者 那你们千万别逞强 若有不对劲 立刻出来 能抵御极英之气的护身玉佩 都带上了吧 保命的家伙 怎么能忘啊 我在这儿陪阿民宫露老科 祝你们一切顺利啊 想什么呢 给我跟上 走 千万小心哪 我们离极英之地应该不远了 我 睿目的家伙 我想想想想有什么 是 我 我 你 我 都 我 我 我 你 这溶洞不对劲 比唐城那座古墓还要浪 虽然还没有看到极音石 但卦象和寒气所示 这个溶洞 应该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可算找对地方了 可是 为何看不到极音石 我记得你说过 极音之地定会出现极音石 害地极音 万物终结 极音石线 阳气覆灭 兴许就在极音之气最盛之处 正好在那里逆转阵法 去除你体内的极音之气 嗯 怎么了 我肯定又变异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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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刚才 又犯病了 你被这里寒气侵蚀 引发了体内的极音之气 还好嘎巴拉暂时 将极音之气控制住了 能控制极音之气 方医 能不能给我 女孩子还是斯文一点好 别对我家方医动手动脚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 闪一边去 抱歉 这嘎巴拉可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 乖乖 一哥还有父母啊 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一哥 你还记得你父母是谁吗 师父捡到我石 我身上只留下了嘎巴拉 这义能 是嘎巴拉任我为主后 赋予的能力 我的父母应该也是义能者 他们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 说不定哪一天睡醒 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 一哥 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 还当不当我们是兄弟啊 可惜线上几乎查不到异能者的信息 不然追溯到十八年前 也许就有线索了 兄弟们 醒领了 我的事不着急 先把初夏的问题解决 现在已经能证明 这个溶洞 便是一处天然的极因之地 刚才 是不是寒气 引发了我体内的极因之气 嗯 若非如此 我设置的封印 绝不会这么容易被冲破 走 去找溶洞里极因之气最盛之处 嗯 嗯 溶洞里出现了水晶 说明这里有地下暗河吧 嗯 前面有水的机器 就没什么 赶紧给我跟上 你 这 放开我 猪蛋炮 哦 哎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又怎么了 啊 快跑 快 朝鲜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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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枭 快跑 快跑 po 快 campus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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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跑 这些水晶怎么突然就炸了 那是因为我们快到极营之气最盛的地方了 每当这里的寒气爆发 这些水晶就会周而复始地破碎再凝聚 那我的护身玉佩 能不能再凝聚凝聚啊 我可没碰他 他自己就裂开了 我的也碎了 看来我小看了这里的寒气 接下来我会重新炼制防御力更强的护身玉佩 等我半个时辰 你们原地休息一下 别随意走动 哦 哎 胖子 你想不想 嘘嘘 我不想 我没有 你别瞎说 我说你有你就有 哎 人有三级啊 胖子 别害羞啊 三豹 走走走走走走 你就直说嘛 我发现了 你没想到 我发现了 你嘴唇 我不想到 你没想到 你们没想到 你为什么会 祝你 他 你 清光荣苗 咱们快去找一根 别过来 别过来 阿 快 我有你的头子要 我 大哥 我没了 义哥 救命啊 还好 他们只是陷入幻境 难道没有护身玉佩 他们撞邪了 看见水潭了吗 寒气引发水潭弥卖水气 封闭了他俩的无感 由此被困在幻境中 别过来救命啊 我要回家 救命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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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说过 不要随意走动 刚才就被水潭蔓延的水气给迷住了 人有三级 这个哪里控制得了啊 哼 就你理由最多 死胖子 你敢挑衅我 去 不跟你一般见识 去 我感觉 水里好像有东西 你别也被水气迷住了 走吧 忽生玉佩都搞定了 我们继续向前 你怎么回来 你干杯 你干杯 我吃吗 你干杯 不是 在第二个地方 是不是 这是 你没关系 你 没事吧 再走半小时啊 怎么觉得好像很久了 我救你 你该死的 你别太滑了 该死的是你的堆位 快起开 再坚持一下 这里寒气如此重 离那极营之地 应该不远了 你的寒毒又要发缩了 我先帮你压制住 可这样 你的真远消耗太多了 没事 我撑得住 走吧 谢谢 这位美女啊 别听这个后绳说的 她呀是在沙皇啊 唐城古董街鱼龙混杂 你还是看准了再买 你 我严格担保啊 你这东西做的 确实能以假乱真 但是有一点细节没坚固到 落成气候湿润 出土的青铜气袖层丰富 袖质坚硬 你这假袖层做的 草帅了些 胡说八道 我不败了 我叫百出夏 是个热爱古董的文物猎人 我叫方毅 略懂古董 这里有极鹰石 极鹰之地 应该快到了 是当时遇难的搜查队员 嗯 走吧 神仙是什么怪物 你怕什么 赶紧去帮方毅他们 铺鬼木 文草灵物精的灵魂 怎么会出现在这 你们别过来 这是土鬼木 都别过来 寒气冻了这些 普贵木刀枪捕朱 连火符也奈何不了 那是什么 服闻 快趴下 跑 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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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啊 多虧一哥兒了 不過話說回來 一哥兒你怎麼不早點用啊 嘎巴拉可不聽我使喚 那他怎麼自己就幫你了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能感覺得到 進入這裡後 嘎巴拉好像變得活躍許多 還有那個鎮法 難道以前這裡有異能者來過 我們先去幾乎之地 找福鎮 走 好冷啊 看來這裡就是基因之地了 好傢伙 這鬼地方 連石頭都怪不怪樣的 少見多怪 這叫大自然的鬼谷神功 那是誰 伏鎮 這和古墓的伏鎮一樣 好 初夏 你有救了 果然沒錯 曾有異能者在這裡待過 這鎮法就是他們修煉 幾乎之氣時留下的 我逆行鎮法 就可以去除幾乎之氣了 初夏 你快坐到鎮中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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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真远 取除阴记 一哥 那些集音石怎么在冒气啊 那是集音石里的阴记 被阵法催发出来了 那我们躲在这儿 一哥 那是什么动向 他这是要阻止一哥实行这法 没想办法 偷住他 动手 走啊 我的瓜瓜 这大江湖 比外面那些小怪强的不是一丁半点啊 小废话 快 拦住他 这样不行 胖子 来当炮手 掩护我 那你呢 我去放倒他 走 给我躺下 给我躺下 有胖铁蛋 你休想过去 过去 过去 我睡了 我乎的 我睡了 快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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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译我啊 你不是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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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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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啦 去 匯理居然這麼大 哎呀 初夏 你怎麼樣 我 沒事了 哦 來 快離開這裡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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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巴拉 哎 一哥 這石像怎麼也有嘎巴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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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慎 啊 怎麼? 這裏不是奇音之地嗎 怎麼,怎麼會有這麼熱的氣流啊 这洞穴和喀巴拉 那些纹路 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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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这要是打过了 里面那股热气崩出来怎么办呢 这符纹跟喀巴拉的一模一样 我要进去 说不定能找到我的身世线索 可里头看起来很危险啊 不要 这护身鱼佩又快顶不住了 我的也要碎了 怎么办 我的也是 这种软玉露刻的玉佩 没法在极端环境中撑太久 方医 先离开吧 你们的玉佩撑不了多久 我以后想办法再来 对对对 先回去再想办法 快 走 走 动作快 软玉不行的话 用顶级应玉呢 顶级应玉 那就可以无需顾忌极端环境 可惜 这种玉可遇不可求 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顶级应玉 你们想去翡翠公盘买顶级应玉 那真是找对路了 不过 越国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之一 多方势力战乱频繁 这些人 把持着所有翡翠矿靠 为了利益最大化 他们还联手管控翡翠的交易 想买翡翠 就得通过他们举办的翡翠公盘才行 我觉得 我们这次肯定能找 你看 我们刚准备去翡翠公盘 就碰到白老板也要去哪 还顺烧我们一茬 简直是老天爷在帮忙 就是 而且白老板又是翡翠公盘的常客 到底能给我们指点一二 我们也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呢 不用客气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到光盘那边 如果有剑狱上的事 需要帮忙 你们尽管开课 哦 有方逸在 我觉得剑狱上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也很期待 能看到方逸在剑狱上的神奇表现 等会儿有个健保大咖 也想要认识一下你 那回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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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老 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方逸 幸会 方逸小友比我想象的还年轻 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敢当 于老在禁定界的大名 我们可是如雷贯耳 没错 于老那些剑宝的文章 我可是都看过 专业造诣很深 气敌性很强 看了那么多还经常打眼 都看到狗子身上了 你 那都给你一般见识 你 是小魔王 这松鼠是我几个月前捡到的 我见它古灵精怪的就留在身边 小友认得它 它是师父以前送我的小伙伴 后来不见了 我想起来了 是那只小松鼠啊 它还活着 白老板 看来我跟方逸小友真是缘分匪浅啊 你老 那我们出发吧 不急 我有个朋友刚好有事情要去那里 我托他顺便护送我们过去 应该快到了 你看 瞧吧 他来了 彭家公子 封兵 彭家 你说的 不会是那个彭家吧 正是 好 抱歉于老 让你们久等了 明天 非疼于老 明天 我老 你不认真的 我们先在营里修整一下 估计完毕再出发 胖子 以前就听说 横家是御国的几大势力之一 今天一见 名不虚传哪 御国这种地方 再大的势力也得如履薄冰 搞不好就要翻车 你们彭家 应该也是主导翡翠公盘的家族之一吧 翡翠公盘价值巨大 谁也没法独揽 就由我们几家共同来管理了 这位兄弟我还不知道来历呢 感闻归幸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方毅小友 幸会 好 抱歉 刚才你向我伸手 他以为你是要对我不利 麻烦了 虎妹 我们的枪口可不是用来对着客人的 干脆兵哥动手 崩了你 想不到方毅兄弟身手如此了得 我们来切磋切磋 什么 兵哥 你伤势还未完全恢复 我带你来切磋吧 这怎么行 难得碰上个让我欣喜的对手 我肯定要亲自切磋下 推下 来吧 方毅兄弟 兵哥 我看算了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来吧 这点小伤不碍事 方毅小友 你还是答应彭斌吧 他这个人喜欢格斗 看到高手就挪不开脚 你要是不答应 我看他今晚是睡不着了 是啊 方毅 人家彭公子一路护送我们 后面还要护送我们呢 你就陪他玩玩吧 只是普通切磋而已 不必太当回事 好吧 彭斌啊 你可要点到为止 方毅小友跟你格斗场上的那些对手 可不一样吗 岳老你放心 我不会伤到你朋友的 我的乖乖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鹏兵竟然是著名的黑拳冠军 成名多年了 冰哥他 我对方也有信心 你们觉得冰哥几招能力吗 十招 你太不了解冰哥的实力了 我觉得五招 几招我不觉得 但我相信 你肯定成不过一分钟 痛快 你果然是个好对手 等会儿 都 وجاء土 我 Option 两两三四六六机 紧急在中函冰车�ple角 痛快 再来 整条 柠檬 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打一场了 多谢兵哥手下留情 哪里 我可没留守 兵哥 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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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哥 站住 兵哥 你被兵哥做了什么 你先把枪放下 弄清楚情况再说 虎妹啊你冷静一下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方毅小友和蓬斌只是正常切磋而已 虎妹 你误会是我救急复发了 可兵哥以前救急复发从没这么严重过啊 我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来得这么急 兵哥 我跟师父学了点七皇之术 让我给你把把脉 别怪我 兵哥最后没事 否则我毙了你 兵哥 你这外门功夫修炼到极致 内加工法却不怎么精通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观兵哥脉相紊乱 气息挫杂 经脉之间多有堵塞 符合内伤严重机遇之相 想必兵哥平时 只注重修炼外加功夫 属于用内加功法 调及经脉吧 兄弟 行下 我确实对内加那套 不太感冒 可兵哥以前救济发作后 很快就缓过来 怎么跟你动手就这么严重 这得怪我 把兵哥的潜力都逼出来 才导致救济爆发的 那现在怎么办 方姨 你既然找到原因 可有办法解决吗 彭斌可是彭老爷子 亲定的接班人呢 于老 我会尽力的 虎妹 你把兵哥送进屋里 我会为他疗伤 其他人就在外面等吧 兵哥 你先按我教你的土纳法 从内部调理下受伤的肺腑 待会儿 我会用金针从外部 帮你压制伤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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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保持呼吸节奏 保持呼吸节奏 哦 保持呼吸节奏 你把墓影都使用这么多 一哥可别把人给整废了 不然我们都完了 乌鸦嘴 稳住了 原来那家功法还挺玄妙的 找你这涂纳之法 确实输上很多 不过 这里还是隐隐作痛 感觉很闷 还有条筋脉堵塞住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书台 散去了你多年练外功机遇的淤血 经脉也全部通畅 以后在外加功法的修炼上 还可以再进一步 谢谢你兄弟 冰哥你怎么样了 好多了 大家听好了 从今往后 方毅就是我彭冰的兄弟 你们要像对我一样去对他 是 一切都像少主月亮的一样 彭冰已经进入中心地带 快就可以把他引入往中了 很好 丁锦点 我不希望听到彭冰逃掉的消息 是 这次绝不会再失败 那就好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虽然我们这边很乱 但每次翡翠攻盘开盘 世界各地来的客人都非常多 可惜我有要事要去忙 就让虎妹给你们当保镖 陪你们进去吧 不行 冰哥 你这趟危险重重 我必须跟着你 冰哥 你这趟是要去哪儿 我也不瞒兄弟了 我这趟来中心地带 确实比较危险 各大势力之间 向来维持着基本的平衡 但最近 李家疯了一般 到处挑起战虎 还出动对我 逼近中心地带 意图要独霸攻盘 所以我们彭家 就联合其他家族 一起向他们施压 希望他们停止扩大势态 我这次来 就是要和其他几家 势力的代表 一起跟李家谈判的 李家最近的所作所为 我听过 经常上头条 这次李家来谈判的 是他们的少主李世豪 那可是出了名的阴险小人 总是像掉毒蛇一样 躲在角落 等着逮到机会咬人一口 让冰哥独自去跟他谈判 我不放心 既然这样 冰哥还是带上虎妹吧 我们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有我也应付得了 不需要保镖的 那好吧 你们自己小心点 我们进去 这个翡翠公盘 有明镖和暗镖两个区 我们刚才逛的就是明镖区 那里的原石 都是现场进来 价高者得 这里就是暗镖区 大家都看到了 光线很暗 这是主办方故意给建域增加的难度 所有原石都可以竞标 乡仲美快 在底价的基础上 把自己的竞买价和原石编号 填在竞买单上 投在标箱里就可以参加竞拍了 暗镖三小时一开 每块原石由出价最高的人标得 这种投标办法高风险也高回报 吸引很多人来淘宝 方议小友 我先陪白老板看看 回头若有监狱上的疑难问题 你尽管找我 余老和白老板请便 少主 那几个人就是彭斌最新结交之人 彭斌这人看似满夫 其实心思信仰 他一直在结交各方式的 这几人能成为他的座上宾 恐怕身份不一般 少主看人就是准 彭斌这几年确实结交不少人物 他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 他这次要不死 对我们领家就是个威胁 石猴哥哥好棒 初夏最最喜欢你了 小小的 小小的 呃 少主 快 我又知道那个女孩的所有信息 呃 是 少主稍等 我查一下 目前只知道那女人 叫 百初夏 果然是她 看什么呢 没什么 突然有种神奇的感觉 准备用嘎巴拉探测原石 嗯 听雨老说 翡翠的品质 有翡翠纯净度 也就是肿头决定 肿头按品级高低 可分为玻璃种 冰种 糯种 痘种 等类 品级越高的应域 肯定能承纳更多的真源 那就可以通过往原石输入真源 来判断其内部的翡翠肿头 真源一碰就裂开的 应该是痘种 能吸纳点真源的 便是懦种 能吸纳较多真源的 极可能是冰种 这些品质 都达不到做英语或神父的要求 还得再找找 嗯 这块原石不价 简直就是个真源黑洞 多少真源进去 他都能吸收 怎么样 有发现吗 你觉得哪块好啊 这个不算一格的 底价不高吗 就把它都买过去 我这就去田径买单 竟买价比底价高点 应该就能拿下 这位兄弟可是看走眼了 这块原石可是 公盘上著名的滞销品 多少剑狱高手 看了都是直摇头 放了五年也没人选的 您是 小姐莫怪我多管闲事 我只是不希望 你们在这块费石上 浪费钱财 原来是这样 多谢先生提醒了 兄弟真是好人哪 看来是个剑狱高手 小姐如果需要人帮忙剑狱 我可以效劳 好了 别热恋贴人家冷屁股 没看出人家冲着初夏来的吗 不必了 我的朋友就会剑狱 他说这原事不错 那一定不会错 看来你们还不信我的话 没关系 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里头能解除 懦种以上肿头 算我输 如何 行 你理他做什么 看看四周 这人来者不善 看看他想干什么 这些人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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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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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他们是我的贴身保镖 我呢 只是心血来潮 想跟你们打个赌而已 说吧 赌注是什么 冰哥 现在怎么办 李世豪那疯子敢对我们动手 说明其他势力的谈判代表 都让他给收拾了 那家伙摆明是要撕破裂 强占翡翠公盘 我们也去翡翠公盘 召集最近的兄弟 一起去抢回翡翠公盘 方毅兄弟 你那边可别有事啊 一哥 你对这大家伙真有把握 方毅小悠啊 刚才我要在场 绝不会建议你标下这块原石 它能出翡翠的几率 可以说非常小 竟敢跟我们少主打赌 小子 等着输光底裤吧 我来解释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我马上就能赢你了 我同意拿自己当赌注 就说明我相信方姨的眼光 现在段叔赢还早了点 对 对对 一哥才下第一刀呢 多一个什么劲 那我们走着瞧 都到这份上了 何必嘴硬呢 去 把我赢的赌注请过来 你们干什么 还没分出胜负呢 别给我乱来啊 要不然炮爷的拳头 可不会客气啊 不会客气的 我还没切完 让他们退下 行吧 不见棺材不落泪 让你再垂死挣扎一下 又何妨 好了 好了 好漂亮 这起码冰肿了吧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肿头 但我知道我们要发财了 对对对 这 这是顶级玻璃肿啊 我还从没见过肿头这么好的玻璃肿 居然藏在这么不起眼的大石头里 哎哟奇迹奇迹啊 要说奇迹 那方毅可是奇迹专业户 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了 千玻璃肿 没想到我也有看走眼的一天 输了就兑现你的诺言 你有什么要求 好尽管说 只要你提出的 我都愿意为你去做 不好了 李嘉打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世豪 来自李家 从现在开始 翡翠宫盘将由我接管 李世豪 你是李家少主 原来是李公子啊 这是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你们不必知道 除了他们几人 其他人可以离开 等我们李家把公盘打理好 欢迎再来做生意 鱼老 鱼老你们快走吧 我们不会有事的 小友 你们保重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 方医 快 快快开箱 你输了 还欠我一个要求 说吧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也不想跟你结仇 放我们走 愿赌服输 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走 对了 我只答应放你们离开翡翠宫盘 但出了宫盘 就不在我的承诺范围了 你们想跑 得快点 走 走 那小子刚才那一手 是什么能力 少主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当然 否则我岂不是在下下面前 变成炎而无信的人了吗 反正 反正公盘已经落入我们手里 他们就算能出去 少主这招顺水推舟 欲擒故纵 高 高啊 不过我刚得到消息 彭兵没进我们的包围权就跑掉了 还带人朝公盘这边杀来 是吗 那就在这边解决他 传我命下去 除了方毅和夏夏 其他人都干了 不过他 纽约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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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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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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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救命啊 救命啊 白总 你没事吧 我的脚 我的脚 别急 我一抬起来 你就把脚 好 帮你想有 没有 方毅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你们谁去扶下白老板 走 白总 我来扶你们 不用了 谢谢 我还能走 方毅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现在可不是去救的时候 那变态随时会追来 等一下 他 他不会 不会是那变态追来了吧 兵哥 我正要去接你们的 没事就好 我的人正在和李嘉厮杀了 你们跟我来 我先掩护你们离开 好 走 快上车 兄弟 你们往那边一路向西 很快就能到机场 好 我已经让人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 先送你们到鹏家大本营 我们回头在那里回合 那 兵哥呢 李时豪那混蛋 想要独霸匪碎公盘 我可不会答应 他们追来了 我们快走 他们追来了 我们快走 找到你们了 快 打爆他们的轮胎 到处要出活的 你们快走 我来引开他们 兵哥 小心点 走 走 分头追 一个都别放 让你 不好的三鲍 他们追来了 请等你 看我的三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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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要转后轮再打 谁要死了 少主会拔了你们的皮的 是 大宝 他不要开火了 快点快点 丑死了 小子狗眼 老准子开枪 蠢货 是 这些混战 救护不散啊 他们为什么追着我们不放 要不停下来 看看他们要什么 我们给他们就是 要是他们要命了 至少我们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不然他们有枪 我们车再快 也快得火人家子弹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不是 你 你 怎么 救命 完了完了 打中了 抓紧了 救命 怎么回事 快进去 闪掉了 机场快到了 快走 方毅先生 您终于来了 兵阁让我送你们离开 东西 有劳了 我们马上就走 你们把重要的东西都带齐了 可别落下什么了 我们来御国就是为了这个 只要他没落下 其他都没事 小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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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家伙又跑了 我记得在车上还见过他呢 在你口袋里钻进钻出的 那小家伙跟着我的时候 也是经常无而消失 往往好一阵子 才会再次出现 如果不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快走吧 离家很快就会打来了 小莫王从小陪我到大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一定要带他回去 我得去把他找回来 我陪你去 我也去 这当然是小不了我 我知道你们不放心我 但大家一起去 目标太大 我还是一个人灵活点 速去速回 可是 刚才在攻盘里 我是怎么应对李世豪的 你们都看到了 那么糟的情况我都能应付 还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呢 相信我 没事的 我可不是一般人 也是啊 一哥的身手 自保问题不大 我们跟过去了 反而变成图油瓶 是吧 你们醉池多久起飞 我估计 李家醉池一刻钟内 就会达到这里 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起飞 行 我争取一刻钟内回来 如果我实在赶不回来 你们就先走 那怎么行 我们一起来的 要走 一起走 对 放心吧 就算坐不上飞机 我也有办法离开这里 赶去跟你们会合的 不管怎么样 小心点 那我走了 你快 小心啊 我就说这车怎么会突然撞枪 看来果然是小魔王的解错 也就是说 小魔王是从这边离开的 干嘛呢 终于就像小魔王的奇迹 找到了 小魔王的 受不受 有劳点 混蛋 你还挺顽强的嘛 这下看你往哪儿躲 赶快解决掉它 我们也去抓旁边 何必功劳都让别人抢了 你没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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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冰哥的兄弟 冰哥呢 冰哥带我们躲避李家的追击 逃到这里时 两辆车的车轮都中的 一起给你翻了 冰哥带我们打反击战 但李家的火力太猛了 压得我们都抬不起头 冰哥就带我们往山上撤 但路上我中枪 滚到草丛里继续打 李家大部分人都去追冰哥了 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先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不用 快能动 你快去帮冰哥 好 那你快躲起来 让开 我要见机长 让他再等一下 方医应该就要赶来了 小姐 你冷静一下 我们真不能等了 李家已经打来了 再耽搁下去 那就谁也走不了了 就一分钟也不能等吗 百小姐 你也知道 一分钟内 方医是赶不回来的 别担心 我相信 他这个奇迹专业户不会有事的 是啊 初夏 不用太担心一哥 别担心一哥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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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别跑 糟了 这种感觉 天下好像又发作了 放下 举你的手来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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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倒霉 还以为能抓活的呢 知足吧 幸亏他自己死了 不然倒下的就是我们了 快点 幸亏 我好想听到什么动静 我也是 来 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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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暂时稳住了 平哥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 方毅 你怎么在这儿 是你救了我 嗯 我回来找小魔王 正好听到你手下说 你遇到危险 好兄弟 你又救了我一次 我旁边能有你这个兄弟 直了 不是 平哥 你这一次受伤 引得内伤复发 我先为你疗伤 之后再想办法离开 有劳兄弟了 是李将的人 兄弟 别管我 你快走 不许动 别开枪 抓 冰哥 兄弟们怎么样了 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 能找到的就我们三个 我就知道 冰哥 你肯定没事 老大 我们要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一家背信七一 我们彭家和他们事不两立 这篇账 我一定会跟历史好算 冰哥 现在疗伤要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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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不好 追兵过来了 方医 我们去应该追兵 兵哥就交给你了 走 兵哥 快走 是旁边 快追 给我抓活的 是 兵哥 不用管我们 你先走 继续跑 追兵被我们营走 兵哥就安全了 是 是 没帮蠢祸 你快被我们甩掉了 不能掉以轻心 不倒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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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哼,有點兒本事 是你 橫冰在哪兒? 謝謝 少主 還是少主厲害 我不是讓你帶人去南邊搜尋 屬下發現了彭斌的蹤跡才追跡過來的 若不是這蠢女人不小心叫了彭斌的名字 差點就被他們逃了 跟隨彭斌醉酒 對敵經驗豐富的虎妹 竟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如果我是彭斌 知道敵人在追捕 還會讓犯錯的手下活著 哼,中了吊戶離山記的蠢祸 彭斌一定還在南邊 帶著這個女人 給我追 是 人員快耗盡了 好 我 這種感覺 我感覺現在能一拳打死一頭熊 兄弟,你怎麼了? 沒事 沒事 趁雲消耗過度罷了 休息一段時間就好了 好兄弟,謝了 既然是兄弟,又何必收心 快,快追 工兵肯定沒跑遠 好兄弟 好兄弟 你沒跑遠 好兄弟 快點 快點 要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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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宁愿冒险入山 也不愿落在李氏豪手里 那走吧 别让旁边跑了 没想到旁边 竟然逃进了野人山 死丫条啊 还不如被咱们抓了 当个人质还有活命的机会 野人山的兄弟 可比我们李家还厉害啊 是啊 少主 我们追还是不追 区区一个野人山 就让你们闻风丧难 还如何让人相信 御国迟早是我们李家的 只要连闯进野人山的勇气都没有 那还是趁早退出我李家 还愣着干什么 要少主等你们 把人质带上 统统给我紧衫 是 他们追来了 他们追来了 李氏豪那混蛋 胆子倒不小 不过 禀香还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野人山最不缺的 就是你的兽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小心 时间不等人 最好能找个安全的地方 等我打坐修炼恢复了真缘 尽快离开野人山 少主 鹏兵他们的踪戒 在这里就消失了 嗯 你快打坐修炼吧 这次换我来守着你 嗯 你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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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我 我 我 丁哥小心 丁哥那伤刚与 恐怕不是这野狼的对手 真以为还没回复 这野狼皮还挺厚 丁哥你我联手 尽快干掉它 你给我好好待着 看我怎么收拾它 丁哥 小魔王 可算找到你了 你怎么会在这 现在可不是玩的时候 你的眼睛 你怎么会有真援 小魔王也是一能者 小魔王 受伤了吗 还好 死不了 刚才救我的是松鼠 你自己的心 没有 能�� 有 有 没有 你 有 有 哦 总算是恢复了 哼 没想到 我这辈子居然能吃到松鼠打倒的肉 小魔王 你怎么会有真怨 谁教你修炼的 兄弟 吃点眼味 补身体 算了算了 惹不起 没想到 就连兄弟你身边的一只松鼠都这么厉害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小魔王也是异能者 难道也和嘎巴拉有关 你是异能者 哼 接着 大概一百多年前 我爷爷的爷爷小时候 被一个自称是异能者的老人救助过 那老人家也是用真缘治好了他 那位老人看我爷爷的爷爷骨骼精气 不仅传授了修炼真缘的功法 还把这笔云铁刀送给了他 可惜 我爷爷的爷爷当时年纪太小 转眼就把功法给忘记了 这把刀也就成了那段奇遇的见证 兄弟 你是异能者 这云铁刀更适合你来用 不许拒绝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一把刀而已 算不得什么 那就谢过兵哥了 把真缘注入试试 我从小就想知道 这把刀除了锋利一点 还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这刀刃怎么变色了 云铁刀吸收真缘后 形成了刀缸 攻击力翻倍 这是 燃蛇 炎人山的必然 炎人山的磁场有问题 无法依靠仪器射北判断方向 一直朝着东南方向走 找到那条河 便能走出野人山 前提是 我会碰到便亦然 便亦然 跟昨天被我斩杀的燃蛇有关系吗 不 你不知道便亦然有多恐怖 几百年前 野人山上闹蛇灾 上山打猎的村民 被怪物一般的巨型便亦然袭击 山下寨寨里的村民们 携手上山围剿这头便亦然 结果没有一个人活着逃出野人山 万万没想到 这便亦然对村民们的举动怀恨在心 趁夜闯入寨子 吞噬了里面的每一个人 从那以后 野人山上总能听到冤死生灵的哭泣声 再也无人敢青山打猎 逐渐成为玉国有名的鳄山境地 兵哥你也说了 那是几百年前的事 那头便亦然不可能还活着 昨天那燃蛇 罢成是便亦然的蛇子蛇孙 蛇这种动物最是鸡丑 嗯 被他们缠住 那就糟了 有什么东西吗 可能是我感觉错了 别自己吓唬自己 我们抓紧时间离开此地 别走那么快 帮我走了几个小吃 先休息一会儿 水潭里怎么会有真园外溢 真园 哪儿有 没看见啊 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我想下去看看 还是算了吧 我们要赶在李世豪追上前 尽快离开野人山 再说了 万一水里有蛇怎么办 燃蛇只是普普通通的动物 真遇上了 该害怕的是他们 小魔王 帮我看着 我的直觉告诉我 水潭里的东西 必须弄清楚 既然如此 那我陪你去 好兄弟 永难同当 小魔王 兽主 这燃神灵鹰热厚 子弹很难将他们打出来 救 救救我 你竟然杀了自己人 他本来就活不成了 那就让他的死 变得更有意义 神灵 集中火力射击 圣主啊 可我们的人也在攻击分为内啊 神灵集中火力射击 神灵集中火力射击 那 开火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抓住澎宾 告慰兄弟们在庭之灵 抓住澎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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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质 抓住澎宾 快来 好 就是这东西散发出真元气息 别捣乱 看上去 这像是燃蛇褪下的一块蛇皮 这么大的蛇皮 那褪皮的燃蛇恐怕得有上百米 难道几百年前的那头变异燃还活着 不可能 那我用真元感知一下吧 兄弟 没事吧 我们快离开燃蛇 顺着这条河 我一直走就能到出口 总算能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了 这里的水腥臭 很是返程 小心点 好 别过来 小心 好 好 好 这是统的蛇窝呀 小摩 帮我干嘛 我要下去救兵哥 你想办法吸引这些燃蛇的注意力 救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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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动吗 这回东西还真不少 这些燃神又来了 尝尝这个美味吧 快走 这边 快走 我 兵哥 快到出口了吗 嗯 马上就能出野人山了 别急 我们快离开这儿了 快走吧 哦 有东西跟上我们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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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异人 变异人 这变异人竟然是异闹生物 丁哥 小心 守护王 保护兵哥 变上我 变上我 五星还这么练 撤下可棘手了 小魔王 你快去拔方意 我能报复自己 小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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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闪开 兄弟 兄弟 我来救你 别过来 兵哥 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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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保护你 变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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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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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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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硬拼了 好 好 好 我们联手斩了他 这居然虽有化妲之下 但他还是蛇神 七寸 应该也是他弱点 上 一起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晴天 晴天 小木啊 晴天 他就转了 啊 站住 站住 走 打 走 不得了 走 走 干嘛拉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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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情報完全可以確定 虎妹被俘 賓兒又在野人山生死未卜 你讓我怎麼冷靜 彭老 我能理解你要親自去野人山救彭兵的心情 但這期間 李家要是趁機來襲 你若不在 彭家能抵擋得住嗎 可 彭老放心 如果真像情報說的 彭兵是跟方毅一起逃進野人山的 那他應該不會有事 因為那位方毅小友 是個能文能武的奇才 老夫相信有他照應 定能安全穿越野人山的 嗯 彭老 我以前也接觸過訓練 你要信得過我 派些人給我 我去接引賓哥和方毅 嗯 少主 地上有不少彭兵他們的腳印 看樣子 他們在這裡遇到了什麼大家伙 打得還很激烈 哼 那傢伙最後還活著 不然 我可會很無聊的 不然 賓哥 千萬不要有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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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這好像是某種蛇類的毒液 啊 啊 啊 嗯 難道童兵他們遇到的 是傳說中的便衣人嗎 啊 全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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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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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當討兵的下場 我們要緊緊跟著少主 是 跟著這個瘋子去送死吧 放肆 你敢这样对少主说话 狗奴才 继续找 国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什么都没有 等等 那边有人 好像是兵阁 快过去 还好 只是身上有些外伤而已 方亦 方亦 快走 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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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 我这是在哪儿 这里是野人山 我们刚找到你 方亦呢 兵哥 方亦呢 快说啊 你可不要吓我们啊 我跟方亦遇到变异然 我被那畜生派进河里后就昏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宇 宇 宇然 这东西还活着 虎妹怎么没来 他没逃回来吗 他被李世豪抓了 李世豪 好了 你们快送兵哥回去 我们继续去找方亦 是 我没事 方亦也是我兄弟 而且虎妹还落在李世豪手里 我得找回他们 才能回去 我们到变异然出现的地方 去找方亦 走 少主 前面发现了一些脚印 应该是旁兵他们的 小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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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东西怎么有点儿像嘎巴拉 真是嘎巴拉 这是 九宫八卦阵 好 看样子 这位前辈生前 好像被敌人追杀 所以才躲入这里了伤 这里的巨人 之所以无话迹象 像不一直受到 前辈残留的真元素影响 他们之间 难道有什么关系 你 竟然融合了 那这位前辈 希望那个阴阳融洞里 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这里 就是汴衣燃的老巢 都小心點 說不定還有活著的居然 放心吧 居然都死了 這不快 翼哥 風衣 翼哥 翼哥 兵哥 你沒事就好 翼哥 你沒事吧 放心 我好得很 你們怎麼會來這裡 哈哈 我到之前那個瀑布邊去找你 意外發現 有條暗流通向這兒 原來都在這裡 很好 虎妹 翼哥 我們得好好談談 你 你 你 想談什麼 談談你的死法 彭麗兩家的爭鬥 无必牵扯其他人 我彭家愿意拿出三个地盘 来换虎妹 以及我们几个人的安全 兵哥 你不要管我 快想办法离开 安静一点 不然你就回不到你兵哥身边了哟 真是个变态吧 除了三个地盘 我还要加一个人 我还要他 不要以为有枪 就能为所欲为 我只给你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我去做人质 你找机会 设法控制这个变态 小心点 我愿意交换 但你先把虎妹交给彭冰 夏夏 你似乎忘了 现在局势是我阵友 不过只要你能过来 我立刻放人 放人 灵哥 到我的怀抱里来吧 方医 杀了他们 是 又是这种力量 又是这种力量 干巴拉 助我一辟之力 带大家离开吧 血人神 真有不干净的东西 哼 若是我有了这种力量 还好有一阁大血神威 不然我们就成筛子了 嗯 得谢谢嘎巴拉 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 这次虎妹能活下来 多亏了你们 这份恩情 我们气下了 白小姐 救命之恩 定当涌全相报 小事 若虎妹真有什么 我会让李世豪血战血肠 宾哥 你说他们俩是不是 小心 有人过来了 好好好 刚刚就在山脚下 听到了动静 没想到 果然是你们哪 让羽老担心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老夫把你们带来御国 当然也要全须全影的 带你们回去 捧兵 前不久 彭家老宅传来消息 李家买通了你们家一位长老 对彭老下骨 我父亲怎么样了 还好 对方没有得逞 不过这事 也让彭老下定决心 要对李家展开全面反攻 父亲早该做出决定 李家的狼子野心 众人皆知 遇国就要大乱了 我立刻派人送你们离开 那就有劳兵哥 送我们到西关龙头寨 好厉害 方炎大哥你看 我已经能控制十米外的东西了 不错 你的天赋很高 潜心修炼一定会有所成就 阿珠 方才你为什么会愿意相信我帮你治疗 我感觉到哥哥这里佩戴的有很温暖的东西 你能感应到 就是一点点 说不太清楚 这小姑娘根骨极佳 还能感应到嘎巴拉 好 也许这就是缘分 等哥哥织好你的腿 再传你一套锻炼身体的功法 恩人 你们这次来 还是要去那个熔洞啊 嗯 嗯 里面有些东西要弄清楚 那老头子为你们带路 不 阿民公 谢谢了 不过这次啊 不用劳烦你老人家 上次胖子 已经将地形图记下来了 哦 哎 风亦 嗯 我能修炼异能吗 嗯 练练外甲功夫也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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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边我 嘿嘿嘿嘿 站住 希望大家好好休息吧 嗯 好 少主 据探子的消息 前不久 方毅他们去过那个寨子 与一个叫阿明的老头子成了朋友 在方毅他们离开后 老头子那个残废的尊女 就能走路了 他们这次又到了这个老头子家里 继续给我盯着 从御国直接飞到那里 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少主 家主正带兵对战彭家 我们就这么离开了 万一家主他撑不下去 哼 只要我得到了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力量 什么彭兵 彭家 御国 还不是全都守到秦来 啊 夏夏 很快我们又要见面了 啊 我们该出发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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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民公 这个平时可以调理您的身体 谢谢 阿珠 这个对你的修炼也有帮助 哼 哼 哼 不许多 你们想干什么 方毅他们在哪里 哼 天忆 这是方毅送你们的吧 你们留下断后 其余跟我去追 是 少主 没有找到防疫 只剩到这个 走 进到溶洞后 一定要跟在我身边 不可以随意走动 你们看 方毅 无祥吧 不然下次瞄准的 就是你们的朋友 怎么办 就融洞 里面的寒气能挡住它们 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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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阵源挡住攻击 你们先进去 不 夏夏 我知道你之所以选择方毅 都是因为他拥有特殊的力量 只要那力量成为我的 你也会选择我 对吗 我真是个疯子 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 我可以和你走 那你必须放了我这三个朋友 鸣哥 我不在乎这两个人 但夏夏和你 都必须和我走 就是现在 快进去 又来这一招 又开枪 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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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主 这里太冷了 恐怕兄弟们撑不住啊 还有谁撑不住 还有谁 给我加快速度 是 是 小心 冯毅 你想要让其他人能活下来 就跪跪出来 不要想当 那个人疯了 撒不回事 小主 这 我 难怪方亦要来攻盘 少这种玉石作玉佩 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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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到地儿了 我记得 就是这里 祖宗 祖宗 映玉镂空的玉佩果然密无虚传 比上次那块软玉强太多了 很坚挺 里面就是吉阳之地了 很可能藏着我的身世线索 我必须进去看看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 我和你一起进去 若是里面有危险 我恐怕无法犯行保护你 你们也是 一哥 无论如何 平安回来最重要 见识不妙 你就赶紧出来啊 小心 这是 阵法 这是 阵法 大人 中文 脑门 山泡 干嘛 人有三级 你陪我走一趟呗 关键时刻掉链子 算了 大爷我就陪你走一趟吧 来 来 来 这么久了 方毅怎么还不出来 不会是出事了吧 夏夏 夏夏 你别紧张 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大意了 退后 你们把阿密公和阿州怎么了 方毅在里面 等抓了方毅 我会研究出那股力量到底是什么 这种强大的力量 只有我才配得上 放在方毅身上简直是浪费 不准这样看我 你 夏夏 是当年你自己说的 让我成为最厉害的人 前来迎娶你 小豪 你一定要像爸爸那样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然后来娶我 好不好 好 我知道你这个疯子在说什么 夏夏 和你在一起的那三天 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日子 我永远 不会忘记对你的承诺 要不是怕父亲会对你动手 我早就来找你了 你 你 你是小豪 夏夏 你果然还记得我 一定也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 对吧 小时候的玩笑话 怎么能当真 只要把方毅的力量夺过来 自然就能当真 你是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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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我们母子还有相见的机会 当年 我和你父亲因师们跃跃 仓皇之下 穿越时空 逃到了此方世界 但是门上遭劫难 我们必须回去相处 可此行凶险万分 我们便将强暴中的女 托付给了唐啊 为了以防万一 你父亲还留下了喀巴拉 来保护你 母亲 义儿 这只是我守护阵法的一领神念 你和爹在哪儿 我要来找你们 义儿 远侯世界中 异能者不知反己 高阶大能者更是多如牛毛 因你现在的实力 去了反而会成为我和你父亲的软肋 你放心 等我们彻底除掉异兽 定会回来寻你 好 我等你们 跑 哈哈哈哈 这便是打开空间裂缝的阵法吗 义兽 你竟然顺着阵法找了过来 义儿 你快离开这里 现在想逆转阵法 你竟把门打 走 父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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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哥芒拉 爹儿 我现在的神叶 还提不过这一兽 我先走 我不得意 我说 不想看 我不想看 马上 什么 母亲 就凭你害想宁祝我 小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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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是你吗 您不是已经 为师多年来 都未曾找到突破成大能者的方法 不得已在大寿江之时 把云神融入小魔王体内 师父 小心 我和你师父拖住一手 你来腻折阵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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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不抱私仇 要不是你尿洞 咱们会被人治住吗 想想 你怎么这么调皮 都给我退后 处斩手心 你没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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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 你没事吧 来 怎么样 走后腿 你先离开溶洞 走外面等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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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启动阵法 莫子异兽 会毁了这个时间 方毅 我大手一致 早就活够本了 快 武器 师父 我会来找你们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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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啊 母亲 师父 丁会上 怎么找不到一哥了 什么 那我进去 方亦 方亦你怎么了 你冷静点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一哥 一哥 你怎么了 一哥 哥 胖子 没点野蜜虾 怎么了 看不见 看不见啊 一哥 你们继续 看不见啊 哎 胖子 我就说吧 咱一哥就是一高人胆大 这一去一个顶俩是不是 你说得对 就一哥这事儿 够我吹十年了 胖子 一哥这是 不知道啊 我 Zither Harp 啊 穿过爱烟花 可能找到答案 记忆现实也放 为何真相虚妄 日月影则真心更长 一刻指引我前进方向 告诉我 手中的那道光 究竟是幻想希望 告诉我 该如何来解读 尘封的迷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